Hello 各位流亡者们 是我确认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3.21版本的拓荒流派推荐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我们的万年好朋友 冰冷伤害持续玩法 这个流派是出道以来 基本上躲过每次平衡改动 是从来没有被削弱过 永远都能拓荒的一线好流派 它的优势还很多 包含了操作起来的手感 比起一些热门的拓荒玩法 它是对手残玩家最友善的 它只要卡接暗漩涡 遇到比较强的敌人 再丢另外两个冰冷持续伤害技能就可以了 打王更是轻松 我现在使用的是在残暴模式下的配置 依然可以打到宏吐 而且打王速度还算是相当的快速 虽然它的天花板真的不算高 但是你只要把这几个技能 连线连正确等级练起来 它就可以慢慢的将王给磨死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效率其实并不差 以拓荒期来说是完全够用 可以帮助你农你所需要的资金跟转型的流派 也可以玩到大后期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只角色的优点跟缺点 首先在金色残暴模式 我已经用了一连通关章节 然后也很轻松打到后面 那在一般的章节里面 一般模式有什么优点呢 首先它的操作简单 基本散步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是防御好建构 冰缓降行动速度 对于整体的生存也是很吃香的 刷图速度中上 如果你最后有增加一些爆炸的手段的话 也是边跑边打就可以了 农资金农等级的好选择 但缺点就是天花板真的不高 你没法用一些很便宜的 或者是做坏的建构 让它变成几千万的DPS 它基本上在智力第三天配置 有个三四百万左右 能刷红图能刷一般的网 但是绝对没有要挑战Uber网 它是一个万年老流派 而且我基本上都没有看过它 有任何的小落 是推出以来 没有任何一记 听说是死掉的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几个神花 第一个是最热门的秘术 秘术它的优势是在后面的寒领唤醒 不能够被冰冻 不能被冰缓 对于我们在刷图的过程当中 流畅度是很高的 更多冰冻伤害 而且只要王能够冰冻 它每四秒就可以让你的传奇敌人被冰冻 以及附近被冰缓的敌人 减少10%的击中伤害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层防御的手段 好那接下来的话是上面的加一个主轴 我们不用点到双诅咒的天赋 它天然就可以给予我们两个诅咒的效果 会言王语 假设你可以使用诅咒光环 或是击中诅咒 让任何周围的敌人上咒的效果 甚至你也可以喝一瓶诅咒水之类的 让敌人爆炸 清涂效果是非常高额的提升 接下来的话是元素使 元素使应该是攻坚上最强的 它的伤害真的很棒 你可以看到混沌天才 可以给予25%的菩赛 而且可以回复魔力 前期就不需要清晰 只要你有丢一颗寒霜爆炸到怪 基本上魔力就够了 再来的话毁灭之星 在平常没有打到传奇敌人的时候 它是一个增加范围 就意味着你的冰持续的地面范围会很大 刷土的效率提高 那集中传奇敌人的时候 它会获得巨浮 得到巨浮之后会提高30%的更多元素伤害 OK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风暴雕塑者 它可以给你的集中必定感电 增加15%的承受伤害 以及寒冬雕塑者 甚至可以缓到40%的速度 简单来说 如果你的目标是攻坚红蓝王 以最快的效率来做的话 那元素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来的话大概是专家才会玩到的炸奇石 炸奇石它有不错的法术压制 移动速度 击杀回复生命的敌人 博学配置越多的专精有更多伤害 以及击杀石 恢复生命魔力能量护盾 由于炸奇石的防御面 有生命跟能量护盾都有 所以它的这两个 同时击杀回复的话 对于生命是双重的宝藏 那破法拥有天然的法术压制率 以及防止10%的法术伤害 压抑法术伤害的时候 能量护盾还可以充能 所以对于你的 ES跟血量混合的流派 是很有帮助的 先行的话 你就不可能被降速 而且你的基础移动速度是108% 那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个专家智力 比较好用的玩法 还蛮多玩家 如果是高手 硬核玩家可以选择它 挑战战专家模式 OK 它之所以这么强大 它是来自于这三个持续伤害技能 第一张获得的寒霜深斗 它可以藉由撑多重投射的方法 增加直击的伤害 那等到它的持续伤害 等级拉起来之后 就不需要靠直击 双爆的话 它可以给予你绿球 只要敌人在它的范围内死掉之后 可以给予你狂怒球的增伤效果 以及施放效果之类的 漩涡的话是一个顺发技能 所以你可以藉由卡键的方法 它等级拉高 那个冷却回复 一旦拉起来之后 它就可以很有效的边走边倾图 后续如果你是玩元素时 也可以把它的等级再进一步撑高 做一个漩涡点燃的玩法 那第一张骑手的话 建议使用熔岩翻滚 命能波动跟元素扩散在四等时获得 由于我们现在拿不了配方杖 所以我前期建议使用的是熔岩翻滚 搭配穿透烈焰之墙 搭配火蛇图腾 这两个一起使用 拓荒的速度其实并不会到很慢 我又重新跑了一次不用配方杖的 拓荒也可以压在20出头分钟 就可以过完第一张截 那接下来拿一颗寒霜暴 双连之顺当位移 钢筋铁骨是可以选用的防御机制 看你个人 OK到了八等的时候呢 熔岩翻滚可以配上燃烧辅助元素扩散 火蛇图腾 如果你还有多的知识卷軸 可以召唤个幻影 因为多补一点输出也是不错的 毕竟现在也没有配方杖 它的投射物穿透烈焰之墙 也能够拿到一定的输出能力 接着就让寒霜暴跟烈焰冲刺 或双连之顺 当成你的命能波动的载体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位移技能 如果你想要连续冲刺 就选烈焰冲刺 如果你想要没有司法动作 瞬间冲出去的话 双连之顺比较好 到了12等的时候呢 拿到了寒霜渗透 你可以使用低阶多重投射 如果还有一个蓝冻或绿冻的话 建议先使用附加点上 因为寒霜渗透比较低等的时候 冰冷持续伤害的效果真的还好 所以利用低阶多重投射配上点伤 打出来的散弹效应是更好的选择 那接下来的话是使用火蛇图腾 燃烧召望幻影 烈焰之墙 以及刚刚的组合 没有什么改变 到了第二章节 建议盗贼全杀拿天赋 那由于女巫她本身可以拿到的 天赋点比较多 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天赋盘的部分 女巫基本上是完全不会在初期缺天赋点了 所以拿天赋是一个好的选择 第二章可以拿到双暴 使用精准破坏跟效能 寒霜渗透的话 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快速释放 手感比较好一些 那一样带着火蛇图腾 烈焰之墙已经可以先淘汰掉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缺魔力补清晰 然后呢 缺伤害可以补一个探测机兽 拿感电的效果 第三章节呢 我们可以在寒霜渗透 第四连准备一个精准破坏 如果没有还是维持三连 伤害也不差 拿到漩涡之后呢 28等可以把跟她双暴 创在一起 拿一个双三连 配合精准破坏跟效能 她会比你连续串 两到三个三连或四连的技能 来得很有帮助 而且你前期的连线跟洞射 应该也没有这么多 强烈建议串在一起就好 共用辅助宝石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点出保留天赋 开坚定或优雅 你也可以关掉探测机兽 假设伤害已经够的话 洞伤是一个诅咒 可以让怪物降低冰冷的抗性 再次增加我们打王的效率 第四章节 可以把低阶多重 换成高阶多重投射 以及配合寒冰刺骨 在冰环的地面上 承受较多的冰冷伤害 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升 寒霜 双暴跟漩涡 三个技能的伤害 领完任务的巨石魔像是 有洞 你可以放 就开一开就好了 到了第六章节 解完粒粒罗斯的任务之后 所有的技能都可以买了 那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配置是没有多大的改变 那你可以补上受伤石 施放龙眼护盾 加点防御 因为第六章开始 怪物的伤害就开始变得比较高一些 所以你会需要一些防御的能力 好那后续的冰持续天赋 点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放弃掉多重投射 使用寒霜渗透配合漩涡 串在一起 精准破坏元素集中 有多的洞 可以串急动 跟急速苦痛 那接下来的话 双暴 如果能瓦出挖 双暴是最好的 配合效能 寒冰刺主加急动 那后面的大家可以自己看 没什么问题 就是保留的部分请自行斟酌调整 我应该会点出两圈的保留圈 可以开更多的东西 那如果有双诅咒的话 洞伤跟元素要害两个一起按 很懒 你也可以使用宰恶一次 双恶 两个诅咒 那缺魔水的话 建议使用耐久的魔力药水 或者是天赋点出EB 开清系也是一个手段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天赋的部分 我等一下会附给大家 那第一个出门的部分 女巫的元素使拿法术伤害出门 可以先点出火灵之道 拿一点火伤 之后再把它点掉就好了 冰灵之道 化石为虚 你很缺力量跟敏捷 以及全部抗性 先引灵的生命 那接着我们来往老头去走 老头去这边给予了很多生命 以及抗性的能力 这边拿一个生命专精 以及甚至审判的元素伤害 那我很喜欢这个起手的原因 是因为防御跟伤害都能做得出来 好那我们接下来拿范围生命 以及往旁边这边拿到这个 鼎然冰缓敌人减抗性 然后这边成长衰变的持续伤害 还有这里的光环保留圈 如果是元素使 你可以选择双诅咒 早点点出来也很不错 如果是秘书师这边 可以考虑先放弃掉 就不用花那么多点数 因为也没有更多的诅咒 比较适合它使用 那光环圈 如果你发现光环开不起来的话 这边可以优先来配置 这个都很活 看你要怎么配光环 那以生化来说 先拿虚无字塔 再是寒领唤醒 然后最后拿一个额外的诅咒 那如果你有造成诅咒光环的效果 你也可以选择 慧炎王羽来爆炸打敌人 这完全是看个人喜好 没有绑定的 那最后我给了大家一个 带有生命的天赋数 不过剩下的点数我觉得是蛮自由的 不管你是要开心团也好 或者是点出更多的法压 或者是往刺客区这边拿更多的生命持续伤害之类的东西 都可以看你自己的集体做个调整 那个巨人者网多比较一下集体 看大家怎么走的路线 这边就给一些初期的意见就好了 OK那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 那最后补充一个传奇道具 酷寒的凝视 他如果价值格没有很高 建议大家买起来 打王的时候很好用 他有一个天生的五连 又有一个集中效应的辅助 以及冰冷持续伤害加上是痊愈的 所以你可以把其中一个技能的能力放进去 比如说你可以放打王的时候比较不缺范围的双爆之类的 你放进去之后呢 他就可以给其他的技能 一个五连以及50%的持续伤害加成 这超猛的 50%持续伤害加成在前期应该等于一个半的辅助宝石的强度 应该有这种程度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后期提升就是转平鞋 其实没有什么好说 这就是一个拓荒好流派 今天就是一个整理一个比较简短的影片跟说法 让大家认识这个流派机 过章节中间转型 该怎么做天赋怎么点 让大家拓荒的时候舒服一点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之后的攻略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